斯特兰奇是个天赋异禀的医生 他在手术上力求完美 多次有了技术突破 还和美丽的女医生克里斯汀开始了办公室恋情 本来他的人生该一直如此顺风顺水 一场车祸却打破了一切 他在赶往一个交流会的路上 撞车跌下了山崖 手部被打尽了26颗钢钉 再也无法拿起手术刀 为了治好自己的手 斯特兰奇尝试了很多种疗法 后来他打听到 有个高位劫瘫的病人再次站了起来 他找到了那个人 对方只告诉了他四个字 卡玛泰基 他顺着找到了尼佛尔的加德满都 四处询问卡玛泰基 但结果还没问到 他就被几个当地的流氓盯上了 一个突然出现的黑人救下了他 黑人名叫莫杜 正是来自卡玛泰基 莫杜带他去见了古伊法师 古伊告诉他 一切都要依靠新的力量 斯特兰奇觉得遇到了神棍 他想到了自己无棒的双手 忍不住对古伊出言不逊 古伊把他的灵魂打出身体 带他去见识了广袤的宇宙次元 斯特兰奇终于心悦成福 但古伊恼怒他之前的态度 把他赶出了卡玛泰基 斯特兰奇不愿意放弃 他在门前站着等古伊回心转意 后来在末度的劝解下 古伊同意斯特兰奇留下学习秘术 但斯特兰奇学习许久 都无法使用天地间的神秘力量 他把一切推在自己颤抖的手上 古伊让一个失去一只手的法师 给他掩饰法术 让他放弃身体的不完美 随后 古伊把他扔在了珠穆朗瓦峰 只有感悟法术 打开时空之门 他才能回来 不然就要冻死在高山之上 万幸斯特兰奇回来了 入门之后 他表现出了绝顶的天赋 也逐渐了解到了自己身上的重任 古伊门下出过一个叫卡西利亚的叛徒 他因为崇尚黑暗的力量 渴望无尽的永生 便偷走了古伊书中 召唤黑暗多玛姆的体验 叛逃在外 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 没过多久 伦敦圣殿就遭到了袭击 时空之门突然显现 斯特兰奇被带到了伦敦 他在那里得到了自己的法器 一件有灵质的斗篷 因为斗篷和其他法器的帮助 卡西利亚暂时逃走 但圣殿也已经被彻底毁掉 下一个遭受危险的地方 是纽约圣殿 斯特兰奇发现 古伊其实也在借助 黑暗力量提高自己的法力 莫渡对古伊非常失望 古伊没有多加解释 前往应战了卡西利亚 因为在法力构筑的镜像世界中 黑暗力量更加强大 古伊被卡西利亚杀害 莫渡和斯特兰奇侥幸逃脱 斯特兰奇与古伊的灵魂 做了最后的交流 他明白了古伊为了守护世界 妥协黑暗的无奈 他说服了莫渡继续与自己并肩作战 两人赶往最后的圣殿 走在地 香港 这时 多玛姆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了地球上空 斯特兰奇想起了时间循环的咒术 他无限循环时间 把自己和多玛姆困在了一段时空里 在被杀死无数次后 多玛姆无奈妥协 离开了地球 来自黑暗的威胁终于终结 但古伊去世的消息 很快就会传遍多元宇宙 地球无人守护 斯特兰奇要面临的挑战 才刚刚开始 肢体如何 相貌如何 并不重要 令人强大的只有新的力量 足够坚强便可以无所畏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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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